這隻1.8倍的馬 看看可否打開來香港的勝利之門 在香港暫時還未贏馬 我們加入一集前 最後入閘魔法後程 這場賽事的大宜門全部馬不準備 托檔九場本地三級賽千四米港澳杯準備 九號馬大熱 一開閘的時候 隨心隨意慢了 前面快的馬 外面如若了飛應聲彈出 再見到中間很健康 二通錢 內蘭來來來 再見到外面有新品威馬 中間紅衣紅帽 還見到這隻德成 外面萬志勇紫色眼罩 內蘭 跟著第八位 就是這隻魔法浩程 在後面的馬 還有福家王 放入內蘭 還有黃眼罩 黑衣比卡超 後面四匹馬 內蘭隨心隨意拍著二寶 後面兩隻 夢仙和大雅哥 轉香港得學院灣 前面放頭有這隻二通錢 撤離了兩個身位 跟著第二位的馬 就是那隻萊萊萊 外面新品威 澳門 代表三人馬在前面 第四位 很健康 在後面內蘭第五 就是這隻魔法浩程 再拍著外面 余若了飛 後面的馬 萬志勇 比卡超 黃色眼罩 再後多少二寶 也從馬林中追上 踏出大外擋追 還有就是夢仙 入星最後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 見到中間位置 就是這隻新品威 再見到外面 蓋上來的馬 有德成 最出還有夢仙 馬林中間就是二寶 還有這隻就是德成 最後二百多米 見到就是透出 有這隻很健康 但內蘭魔法浩程 上來還有比卡超 最出是夢仙 鬥到最後百多米 透出的馬 近來魔法浩程 中間比卡超追近他 大外擋 還有夢仙 最接近終點第一名 夢仙和魔法浩程 機會是比較高些 黑色生火匹就是比卡超 看回最後百多米的鏡頭 內蘭就是魔法浩程 撿了一段油 但是大外擋 這隻夢仙都追得很厲害 中間比卡超 三隻馬 很接近 魔法浩程 贏一次 第二都好像還是比卡超頂到 都要看 明顯的了 魔法浩程 比卡超 第三就是夢仙 驚雪夢仙 唉 第四呢 就難搞了 萬事勇 很健康 就是二寶 阿Kid為什麼 押回來就 唉 又接了 沒有 沒什麼 九十一陣 五點一倍Q 咦 後來又回回 我的夢仙 他弄到那屁 飛到 沒有雷工的 你回答就大熱門 其實這條Q是落飛的 結果就被比卡超 亦都可以好 看看預計派賽先 跑第一名九號魔法浩程 獨贏 拿到十七個半 為字派十一元 跑第二名是十一號的比卡超 為字派十九個半 跑第三名七號夢仙 為字派九十二個半 連贏 九答十一派五十一元 收盟彩九號十一號 七號派一千四百二十七元 單鐵派六百四十七元 跑第四名是還在拍照 沒有辦法 他都一定要後上 你洩位也洩得多一點 你看到 來哥 杜利萊都 哇 飛到出去 貼近看台 他很矮的 結果拍輸Q Q真是下得很強 原來的 79倍 接著交了過去 都只剩下三十幾倍 因為九胆全線都來的 因為這一條91都下得很強 我覺得還一直都看不著 好感到爆炸 做到那麼好 來的十七個半 在這裡贏馬 打開勝利之門 處女贏馬 第四名還沒拍到 平投,三同十 很健康和萬事勇,平投第四名 今天夢先,反先你很健康 連勝位,九答數一派,五十一元 位置九答數一派,二十五個半 七答九派,一百二十七元 七答數一派,四百零五個半 莫磊拉,剩下五場 兩日合起來都贏到五場 雖然你閉心吃百果,你隨一隨都兩場半 八十六圈 潘頓呢,五十六圈 這件紅黑彩衣,贏回可以贏吧 我們貴初經常說贏來贏去都是銀飛龍 都不是紅黑衣服來的 近期有些甜哥兒 那個也贏馬了 然後這個魔法號稱也贏了 蕭先生的投資很多在香港的賽馬 也是自己的牧場 值得綁回一杯 大魔都做了手勢 都是在說那件事 對,入到直路那裡很明顯 幸好扯了他近邊 他又被他找到一個位置 沒有啦,裡面的馬最重要 找不到位就真慘 第二名照片 都說了很明顯 比卡超 扯到來,變成蝦米 你看多有趣 他這個壓線的動作 沒辦法啦,太虧位 你轉彎飛到那麼遠 你回來就輸了一點 人家在裡面 賺了一個形勢 你應該這麼說 還有人家都是靚馬來的嘛 剛才阿朱仔都說了 比卡超 絕對是不輸蝕的 不要看他的三班上來的比卡超 進步很大 好啦,一連一度的港澳杯 再一次由香港馬包辦了 頭六名 結果一樣 又不是新品威放 不是來來來來放 是那隻跑開短途的二通前 走了在前面 好啦,那港澳杯也都名包主啦 我們馬上來看看八獎 各位來賓 各位來賓 港澳杯班長儀式 現在開始 今年的港澳杯冠軍 已經順利誕生 在頒獎之前 首先介紹一下 我們出席班長儀式的主力嘉賓 先 好,我們首先介紹一下 我們出席的主力嘉賓 跟著下來 我們有 澳門賽馬會副主席 兼執行董事梁安琪女士 Mis Angela Leung Vice Chairman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Macau Jockey Club of the Macau Jockey Club 我們繼續有 香港賽馬會 各位董事的 香港賽馬會 行政總裁 應家拍先生 Mr. Winfred Engelbrecht-Breske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我們有澳門賽馬會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李柱坤先生 Mr. Thomas Lee Executive Director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Macau Jockey Club 好,謝謝 好,謝謝 Yep Boksi 好,接下來 我們先拍一張大合照 在這裡 就要恭喜 我們勝出頭馬魔法豪情的 馬主 練馬師 和騎士 恭喜 到我們的勝出 阿Benati 以及我們的勝出 隊員 和隊員 恭喜 恭喜 今年的港澳杯 一班獎儀式 已經完滿結束了 在這裡 再次恭喜 魔法豪情的 馬主 練馬師 和騎士 This is the end of the trophy presentation of the Hong Kong Macau Trophy Congratulations once again to the winning owner, Trainer 和Jockey 好,看看巡邏影片 早段幾隻澳門馬在前面鬥噴 最快我們見到來來來來起步 但那隻二通前 跑開短途 有理無理得搶 然後見到那隻新品威 慢慢騎上來 最外面還有一隻萬事用的 我們香港馬來的 好健康 大概在第五位左右 開面又如約了妖妃格仔帽 第七位 就是德成 裡面就是魔法豪情都害怕 嘩這個位置跟著幾隻澳門馬 你行不行 然後開面還有一隻福家旺 然後比卡超跟著這隻魔法豪情 尾四就是二保 尾三就是夢仙 尾二起步慢了 隨心隨意 包在美大哥 隨心隨意失望一些 起步好慢 平時最慢是他 都不是很多 回來 都是香港馬青鮮 整堆都香港馬了 那你看看最清楚 入到直路那裡 怎樣的蔡明少 力壓這一隻 魔法豪情 這裏差不多了 對 你自己開一點想開一點 那不要啦 先關回你的道門 一關回你的道門 莫雷說怎麼辦 被幾隻澳門馬圍著 嘩自己失去平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比卡超反而拿到這個位置 反而 在他後一層 反而拿到 嗯 夢仙扔到最出 縮著跑的效果好很多 夢仙 這隻 嘩 最後比卡超都壓下去了 魔法豪情過中點都沒有 福保元筆立派採作實 為至Q9 特術一派25.5 7特術一派25.5 7特術一派127元 7特術一派405.5 4連環有兩飯 3號、7號、9號、11號派694元 7號、9號、10號、11號派621元 另外四重彩亦都有兩飯 分別是9號、11號、7號、10號派6233元 9號、11號、11號派6233元 9號、11號、11號派6233元 9號派6234元 14 Gandalf 1號派623道